你好我是小语新来的小语 欢迎来到小语频道 那么就在上周五的时候啊 这个大家很多人都听到了这个BNZ推出了DTI六倍的这个政策 那么DTI如果您不知道是什么的话呢 就是您的这个贷款的总能力啊 不能超过你收入的几倍关系 那么BNZ呢出乎意料的推出了这个六倍的关系 真的是让我们大跌眼镜 那么不光是这个客人非常的惊讶 对于我们来讲 对于甚至银行内部的这个内部人士也都非常的惊讶 因为有点感觉太过了 那么最近啊 作为这个贷款的朋友们真的是经历了不少 在这个短短的几个月当中有巨大的变化 比如说在年初的时候 这个投资房利息从这个今年十月一号就不能抵税了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这个利息的不断增长 然后呢这个银行内部的测试利息也在增长 接下来呢听到这个首次购房者 这个如果没有20%的话 现在是越来越难了 然后呢银行又调整了对于租金收入的成人率 然后接下来呢又有这个CCCFA 我们在两周前推出了 这个是对很多人的贷款能力有巨大的变化的一个这个政策 然后呢现在我们又迎来了DTI时代 虽然储备银行还没有正式要求银行去有DTI的这个要求 但是人家ASB和B&Z呢首当其冲 推出了DTI 那么ASB呢放了七倍 B&Z呢更加厉害 六倍 所以说如果您家庭 咱们举个例子啊 两个人加起来15万 那么你一共才能贷90万 如果您现在已经有一个自住房有一些贷款了 估计就不用再买投资房了 所以说呢这个 对这个很多人来讲 是一个基本上是无法再贷款的一个一个政策啊 非常非常的严厉 非常严厉 那么我是很不赞同了 虽然说这个银行要对这个客人负责 但是其实呢 呃现在银行的这个审批政策本身就很严 呃不管是说测试利息也好 不管是对这个大家的这个支出啊 扣的呃一条一条的扣 然后还有这个呃还款 现有还款的计算也非常严格 呃然后收入都discount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要放六倍的关系吗 呃那么如果说真的是呃 呃让很多人无法再购买房产 这样对银行的这个金融体系呃反倒我觉得造成风险 所以小语个人呢肯定是不赞同的呃非常吃惊 呃目前来讲呢 ASB是七倍的关系 BNZ是六倍呃 其实中资银行也是呃明面不说但是他也有一个这个倍数的关系 但是目前来讲在九倍到十倍所以还是比较宽松 那ANZ Westpac目前没有会不会跟呢不清楚呃 但是大家只能说如果您想贷款的话尽快准备呃因为现在贷款本身就很难了呃最近我们有客人他这个预批啊呃 还没有到期但是很难买到合适的房产我给他看了一下就在CCCFA的这个调节这个改变的这个大环境下 他的这个整个的贷款能力呢就会少了一百万啊 当然这个客人他的收入也很高他现有的贷款也很高呃所以这个CCCFA对他影响特别大那再加上一个呃DTI的话那基本上就啊更加的这个雪上加霜了嗯 所以说呢小语想在这里呢就是跟大家讲哈呃那么这个DTI的推出呢我们是可能防止不了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做我们眼前可以做的事 呃小语心带在微信的公众号和YouTube频道上面呢大概是在7月7号前后左右有推出这个DTI的文章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那里面我讲这个DTI的影响呃还有就是说怎么应对那么呃如果您要没看您看一下呃那么现在这个BNZDTI的这个变化也是适用的 总的来讲就是说如果你还正要打算买房还没有买的话那您就要尽快了 因为每一天的政策可能都不一样要尽快只呃去做这件事情毕竟还有银行没有DTI的对吧 然后呢把自己现金流呢流充足啊比如说真的有钱去还银行的贷款看看能不能做个revolving和offset 这样又能抵较利息又能把手头上留一些备用的钱因为之后的话呃现金流可能呃也是呃要经历呃更严峻的考验 呃比如说你有这个直还息的呃贷款可能接下来就直还息不一定能延长了呃因为不满足银行的新政策 或者是说这个现在要付的这个税税的话要比以前多出了很多因为你不再能抵税了或者要逐渐递减抵税等等现金流一定流充足 其次呢就离不开小宇经常说的要分散分散银行如果您现在所有的贷款在bng举个例子 这DTI这一出来啊您呢想再贷款或者说想卖一个房子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你的equity在bng但是bng已经不允许你贷了咱们在bng眼里是负的贷款能力 那你怎么解除出来啊解除不出来你卖了的这个房子的话 他的这个贷款也要全部的收回去把你的卖的钱收回去 并不是你当时卖这个买这个房子贷了多少钱 他只让你还这个不是的都是互相捆绑cross guarantee的 所以说还有这个希望的朋友们如果您的贷款啊和房子在一起能分开尽量分开啊 在如今的这个银行和银行政策非常悬殊的情况下 一定要注意分散银行啊 那么对于已经有预批的朋友们我知道现在买房子非常难 但是如果啊您这个预批快要到期了啊 我建议你呢呃尽快的啊利用起来这个预批 或者说您联系您自己的这个advisor看一下 那么在新的政策下你的贷款会减少多少 有的朋友们真的是减少的数额真的是很惊人 将近一百万或者更多 所以说啊这个知道这个前后的差距看一下要不要一搏一下啊 因为错过这机会可能啊很难再再有这个机会再买了 嗯所以小雨今天呢就跟大家基本上分享到这儿啊 也没有特别这个啊新的一些内容 但是我就是想给大家做一些提醒 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嗯所以说今天呢更多的是跟大家啊 一个是应对了上一周的哈这个大家的反应 我就说一下现在的这个每个银行对于DTI的政策 再一个呢就是给大家一些啊小提示 你应该大概去怎么做 嗯具体的内容的话关于您自己啊的情况 那最好是有一个两体猜疑的这么一个建议 啊所以说您愿意的话那么可以啊联系我们 啊那么我们呢因为最近啊这个联系的朋友们特别多 有的时候电话打不进来的 所以最好呢就是加我们微信 然后呢我们是按照顺序跟您联系 然后基本上在同一天或者顶多是第二天上午会跟你 啊取得联系啊给您这个我们最好的一个建议 好吗好谢谢您的收看啊祝您这个身体健康好 注意您和家人的健康然后呢啊这个希望您能在这个 这些影响下面呢受到的影响最少嗯好的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